好,在存档瑞评的第三期,我开启了这个有限真币,就是让我8万个粉丝,其中2.5%的人每人给我投两个硬币,只要超过4000个硬币就做一期就存档。 我刚开始只是和大家说着玩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给我投4000个硬币差不多得了,我平时也没有人给我投的硬币超过8000过,没想到那个视频发出来之后,最终居然超过了2万个硬币,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就存档。 虽然这些存档我的实力应该都就得了,但是没那么多时间,所以还是做不到的,但是为了不打消大家的投币积极性啊,我决定稍微修改一下这个真币法案啊,我们改成这个累进币制,就是还是4000个硬币就一期存档。 然后,想就第二个存档,则得再多投6000个硬币,想就第三个存档,就需要再多投8000个硬币,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想就三个存档,就需要总共投1.8万个硬币。 啊,这样的话,我的压力就小了很多啊,因为想投到超过1.8万硬币是非常难的,大家差不多投1万个硬币,差不多得了,就两个存档我还是来得及的,就三个实在是没那么多时间了。 好,废话少说,我们直接开始这期的旧存档。 旧存档这个系列视频我以前也是做过的,所以我对这个旧存档还是比较拿手的,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捷克吧。 虽然在存档瑞评3里面已经讲过了,但是我在这边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捷克就是,啊,记错了时间,导致没有点这个苏台德的捷克,他是一个要塞都没有见啊,被德国打了才想起来点,这个就很尴尬了。 其实这种情况下,苏台德就不能要了,他硬要要,就这么一小块地两个民工治愈吗?为什么要为苏台德而死呢? 啊,现在就尴尬了,我们这些部队一点装备都没有,然后这个库存也是非常的感人,我不知道这个玩家是怎么想,他造了中防空的情况下,仍然造了两千门防空炮,但他却没有造一门火炮啊。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部队缺少重武器,根本就没有软弓,我们现在手上有26个主力步兵师,这个步兵师的编制都是九步一中防空,啊,没有软弓就代表我们这个部队,啊,只能挨打不能还手,啊,永远是被动的状态。 不过仔细观察了周围一圈,我们也不是绝对的孤立啊,从这个战争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还是有两个队友的,虽然这两个队友并没有搞什么阵营,但是他们也是和这个德国在交战的,啊,虽然都是在摸鱼啊。 只得表扬一点是这个捷克玩家间谍方面做的不错,他还是把这个情报网给他扑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坚持一会儿,这个德国人的作战计划基本上就全都知道,而且他的这个密码也快破解完了,所以待会儿我们是有一个这个电报优势的。 在做纯道瑞评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捷克想救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退守斯洛伐克,啊,巨险而守,一个是组成一个这个布拉格环形防御圈啊,但是这个布拉格地区真的是无险可守啊,都是平原,这个德国坦克一过来,我们就被冲的乱七八糟了。 而这个斯洛伐克,我刚开始并没有想到啊,这个斯洛伐克地区居然胜利点不够啊,他这几个都是小农村,根本就没有胜利点的,我们把这个鼠标放上去可以看到,看这个西斯洛伐克他只有五点胜利点,然后这种普雷绍夫啊,科西特都只有三点胜利点,最后面这个鲁塞尼亚只有一点,这个就很尴尬了,也就是我们后面这几块地就完全没有胜利点, 我们退到这边来就会直接投降了,所以我们现在唯一可以选择的办法就是把所有部队集合一下,来组成这个布拉格环形防御圈,现在是这个1938年10月9号,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点这个苏台的早期防御公式了,这个再修就是帮德国人修的了,我们现在直接给他改掉,但是改成哪个就比较有说法了,因为下面的国策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啊,这个都是帮德国人修, 然后这个防御性动员可能有一点点用,但是我觉得没有用,然后再往这边选国策的话,这几个都是选阵营的,然后这边都是这个军事科技,所以这些国策全都没有用,我们完全可以一直挂机,然后 来节省政治点,获得政治点之后,我们上这些内阁 唯独可能有用的是这个属于我们的协约国,我们可以自己创一个捷克协约 然后拉一下这个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最后再去肢解一些人,但是这个就毫无意义啊 我觉得目前这个罗马尼亚已经在和这个德国开战了,所以我们创这个捷克协约,唯一的作用就是拉这个南斯拉夫 为了保护这个南斯拉夫,我们决定还是先不点国策的,存这个政治点 然后我们开局先赶紧把这个能做的事情都做一下,首先我们这个生产线是有很大问题的,我这个枪是完全不缺的 为什么还要造枪呢?所以直接把这个枪生产线可以给它关掉 如果怕缺枪的话可以留一个再造 然后我们这个防空炮也是不缺的,也直接关掉 支援装备也是不缺的 主要是缺这个中型自行防空炮,我们可以先造一点,然后造我们急需的火炮,没有火炮我们是没办法进行反攻的 然后找一个能买到各的国家,赶紧买一下 趁现在还能买到,后面就买不到了 好,调整完之后,我们再来调整一下我们的部队 目前我们这个将领指挥的部队稍微多了一点 这个buff吃的不太全,我们把作为两个师给他拉出来 然后把这个战线给他关掉,防止部队乱跑 我们随便找一个国家点一手这个区域防卫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所有部队都可以进来刷这个将领的特质 然后把这些正在逃跑或者移动的部队的这个所有命令给他关停 我们来执行我们自己的命令,首先是将远处的这些部队全部给他撤回来 现在优先撤到我们布拉格来,我们要死守布拉格 其余的地区可以丢掉 先来一手这个祸水东引啊,我们不要挡住这个德军东进的路线 因为这个 罗马尼亚正跃跃欲试想和这个德国交手 所以我们必须得给他让出一条道路来 其余的部队就想办法赶紧坐火车回首都啊 反正怎么快回首都怎么回 这边有一个空档 我们赶紧钻一下,说不定能钻出去吸引一下这个德军 等钻出去之后我们被打了再回来 其余的部队赶紧在这个首都地区周围挖这个浅豪 然后我们其余的这个工厂也可以不用再造东西了 没必要了,这个造了也没什么用了 我们可以 拉出来修点这个要塞 我们就把布拉格周围这两格先修起来 我们至少要保证踩住两格地 这样我们才能来回换防 一旦被彻底包围 我们就等着吃包围惩罚 直接被全部歼灭 然后就是物尽其用 我们仓库里面有这么多防空炮 吃灰不太好 我们还是装到这个主力师里面来 把这个宽度稍微改一下 21宽这个宽度稍微好一点 能利用的足一点 然后我们部队的属性也相应提升了 关于这个仓库里面有200个玩具车 我是懒得用的 他这个坦克 我不知道开出来能干嘛 除了给德军刷经验之外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还是放仓库里面吃灰好 然后这个支援装备我用不了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用的支援链 我现在用骑兵什么也没有用 我们待会先留着 我们先在科技里面研究一层这个 维修链我们很需要维修 这个合成油就不要再研究了 没有意义了 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研究挖掘技术和合成油 这个东西 我们研究了也挖不到什么东西 赶紧把这个 挖掘技术研究好 还剩三天了 弄好之后 我们继续开始研究这些工业之类的 或者一些装备 最后再给我们上一个这个陆军重组的大师 赶紧加一下这个恢复速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这个游戏时间了 先调成这个四速 我们慢慢往回撤 这边已经被顶开来了 不着急啊 这个德军的进攻势头不是很猛 还是想办法赶紧撤啊 这边我们强行打回去一个吸引一下德军的这个注意力 但是很明显我们是扛不住的 所以我们再回来就可以了 德军是划线进攻的 所以不会刻意的穿插我们的这个缝隙啊 所以不用太担心 他被吸引回来之后 我们又可以把这隔地给他偷回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兜圈子 和AI兜圈子还是有点作用的 然后把这些能牵了都牵了 这边赶紧去研究一下工业 加快一下这个制造的速度 这边德军又开始脱离防守了 其实我们是可以偷偷掉一些部队去吸引一下火力的 我不知道德军突然把坦克拉走到底想去干什么 这边赶紧把这个道路让开来 没必要去挡德军的路 意大利的外交陷入孤立可能是被这个英国给孤立了 原来德军的部队来主攻这个南面了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反正我们这边肯定是守不住的 所以就在这边站装好了 拖一天是一天 他把这个位置踩回来之后 我们再停止进攻 然后所有部队赶紧走 中文字幕并且快点撒回来 中文字幕提供 I don't wanna jinx it baby And treat myself at the spine Don't wanna overthink it baby Just treat your body and mine Baby you give me ice and fire You're giving me wind and rain 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 can't be near tonight You whip up my appetite Don't leave me here high and dry But I don't wanna jinx it baby Let's not get ahead of my time But I don't wanna miss you baby So I stand up and speak in my mind THAT'S IT'S JUST MY FRIENDS I BUSH SOUNDS GIGANI Next is an akut And feel for you I've only been stroves Just wait unless I can do this I'm alright I cannot please Guinda When you get an akut I can też można P富裕 I'm bleeding I'm bleeding I'm hard to sleep at night I'm gonna put a cloud Doing crazy dreaming But you don't want to join me at night You're the reason why You're with my mind on the time Hiding by the baby I'm bleeding and dry I'm losing my mind I'm losing my mind Don't try to see me I feel alive My world is faster and faster The tears in the land I'm here for the ride Yes, yes I'm an emotional mess Yes, but you wouldn't want me any less Yes, cause you know how wild it could get To love any emotional mes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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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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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几个次去冲这个卢森堡 关于我们的这个霍水冬引计划 我看一下已经成功了 我们这个已经成功把德军的部队 全部引到了这个罗马尼亚境内 现在这个罗马尼亚可以和德国比划比划的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负责坚守就可以了 只要坚定守住就会有希望 法国也加入了英联方 不过没啥用 因为法国是绝对不会进攻一步的 这边没什么好选的 接下来我们只要在这边硬蹲就可以了 随着我们这个特攻情报网的这个 加强啊 待会德军就没什么进攻计划了 我们可以在这边守一辈子 关于这个加拿大邀请加入阵营 这个可加可不加 这个大家随意啊 我是懒得加的 因为我比较独啊 玩起来比较独 如果加拿大快投降了 我可以加一下 防止他们被谈判吃掉 关于这个生产线的问题 我们已经没什么生产能力了 所以就尽量少惨一点吧 但是每天还是能惨2.32个这个火炮出来的 完全是够我们用的 待会我们再存一点 就可以给每个部队上一个职员炮 目前来看我们这个补给有点不够吃 所以我们得先删掉一些的部队 这个部队里面删掉几个组织度太低的 这个浪费我们的这个补给了 删掉一点点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德军不太喜欢用他的装甲师来冲我 所以我们在这边守的很轻松啊 如果装甲师来的话我觉得是没什么办法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反坦的能力 接下来我们就等着这个 维修联好啊 就开始缴获德国人的装备就行了 然后就是给我们的部队安上一门炮 这样我们就能还手了 我们这个炮已经造了159个了 现在已经可以装了 直接装一下 这样我们就能还手 有了还手能力之后 德军的伤亡就很惨重了 就不至于他可以无脑一直冲我们 如果我们实在怕守不住 那我们就随便拉一个将领出来 然后再开一个死守就可以了 开完了我们再切回去 他现在是已经有死守状态了 所以不用太担心了 然后这边 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布雷爹和这个德国又结盟了 不过这个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反正英国也就那样 不是很怕他 随着这个英国的加入战线变动 这个德国又得掉一波兵 这一波兵掉完 我们就彻底没有防守压力 他这个兵不知道掉哪儿去了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反攻 不过没有必要 我们就继续和他蹲 直到能把他蹲死 这边我们还可以再上一些 比如加我们顽强防御的 或者点一个这个解除指挥权 加我们陆军经验增长 这个也挺不错的 或者说为了防止我们这个指挥点不够用 我们可以点这种随机面什么 加这个指挥点增长之类的 目前我们这个将领是刷出来了 刷了一个弓兵指挥官 加一个步兵指挥官 给把伏击者点上了 加我们潜豪上线的还是很聪明 这个步兵专家也可以点 但是是用来进攻的 然后清道夫点一下 加一下这个装备的缴获比例 然后我们这个元帅 他分道的经验不多 所以这些还没有练出来 还需要再等一会 很快我们这个火炮也要补齐了 所以看到现在大家觉得应该没什么悬念了吧 大伙等我这个维修链一搞好 我们开始偷装备之后就真的随便打 德国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我们大伙只要慢慢积攒这个火炮 就可以开始反推了 所以说只要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我们上来就要有这个做布拉格市长的决心 上来就想着当这个布拉格市长 我们就一定能守住的 其他地区不要管 像这边霍水东引 然后西边也不要管 这个卢森堡将他打出来一格 我是没想到 也就是说我们都不用亲自来收拾这个德国 待会让卢森堡来收拾德国就好了 好了这个德国人彻底不进攻了 看来他是放弃了 他的黄条都已经掉了一格了 他现在再打也就是送人头了 关于后面的反攻我就先不录了 因为这个太大费周章了 我在录四五个小时 就是为了给你们录一个反攻的画面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特殊的 我之前研究这个捷克国策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怪的地方 就是他已经被德国打的时候 还是可以点这个绥靖德国的 这就很离谱啊 我们被打了还可以再绥靖一下德国 这是我没想到的 于是我就试了一下 我发现点完绥靖德国之后 还可以点交出苏台德 这个点完之后还可以点德国的傀儡 这个我是没想到的 所以我录了一下 也就是说只要点三个国策 我们就能以理来详 人不是封猴之位啊 最后还能得一个布拉格市长当一当 还是挺赚的 说不定哪天德国老爷心情好 把整个捷克还给我们也说不定 所以说最佳的办法还是把死守布拉格 然后点三个国策 然后挂机就可以了 咯 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